今天陈聰明在立法院清楚讲 说有秘密证人的共识 所以319包括枪支是有问题的 刚胡大哥讲的更重要的内幕了 至少两个人可能是提供秘密消息的人 一个是李秀莲 一个是李昌毅 就很好啊 新枪支 新的秘密证人就好好查 其实如果说以今天 陈聰明在立法院所讲的 虽然你看他断断细细支支吾吾 所以沈大老师觉得他讲的实在很烂 可是他至少有三个重点 一个就是有新的状况 新的状况 不管他是跟之前跟怎么样 新的状况 另外一个就是有秘密证人的证词 那当然 那胡大哥是 呃 吕秀莲还有李昌毅 我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的 更有力的这个秘密证人 另外就是枪支的部分 我觉得319的枪击案 对于到现在为止 我相信做一个民调 搞不好还是大概有超过一半的人 没有办法相信 那个当时 就像那个胡大哥讲 没有直接证据 没有直接证人 然后用一个死人 解案掉 用一个死人就完全解案 里面大家有太多的疑虑 可是今天 如果陈聪明只是就告诉我们 这样新的状况 新的枪支 有新的秘密证人的证词 有点好像聊拨大家已经 蛮久沉积很久的这种心 又聊拨一下挑逗一下 那接着呢就开始有这个问题了 那立委很兴奋 哦有新的新的市政 那么好 特征组好好的办 那他他点名到林哲会跟岳方武 说实在 我我不想又用阴谋论 我又担心了 我们特征组手上这么多案子 二次金改到底办到哪里 拜托了好不好 刚才我们讲的那些资金 那十八亿嘛 十二亿多我们知道在哪里 至少那个胡大哥说起码一百亿 我不敢奢求十八亿在哪里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吧 你现在说你也不能去 去那个去压陈志忠 那到底问题是 你不压陈志忠 你如果说你有其他的公职 你有其他的证据 告诉我们资金流向在哪里 我也扶了你 好你不要压 如果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压 你有这么多的事情 现在呢又告诉我们 林哲会跟岳方武在办这个案子 我们到时候要加强 来办这个案子 那对不起阿扁的案子 我慢慢等吧 鸿辉提的问题 刚好今天立法院丁守中有特别问 丁守中 那他们这两个人这么忙啊 所以丁守中说要求要 让他们专心办这个案子 或者你至少加人力 陈聪敏承诺说会多加人 帮这个案子 所以309看起来是真的要办 我们今天有立法院的党变在这边 就加人吗 那搞不好把政策追出来 我对这个是很没有信心 理由有几点 第一个其实这个319枪击案 在两年前 特征组就说要重新分案调查 两年前 那当然最近好像有点新的市政 包括胡大哥刚刚所提的 这一些秘密证人之类的 如果真的李秀莲跟李昌毅是秘密证人 但是以目前特征组的作为 他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呢 原来这个319是有三个 就是包括月芳如 林哲慧 还有周世瑜三位检察官 那现在呢 本来他说要增加人手啊 陈聪明说要增加人手啊 结果现在不增反检 现在变成两个 就月芳如跟林哲慧 对 那你知道月芳如跟林哲慧 他除了要办这个之外呢 他还要办什么案子啊 他包括啊 这个华航的购计案 华阳史威林 这些案子全部他是 他根本没办法专责在办这个案子嘛 所以他自己的身兼素质啊 这人手是不增反检啊 怎么办得下去 我不相信说 这个只是聊表一格 让大家稍微 有点信心 有燃起一点点的希望 这个希望啊 就像那个池塘里面那个水泼一样 稍重即逝啊 我看我对人们希望不大 除非说陈聪明下台 换别的人当检察总长 才有机会 办案 对不起 办案不是这样办 就是一两个证人来了 就可以整个翻供了吗 李秀莲也不过只是情况证据而已 他是华语而已 另外一个李昌益部分 他只是见识的部分 见识部分人家给他错误的资料 他见识的结果就是错误的 因为错误的蛋会引出错误的枪 错误的枪引出错误的人嘛 所以说我不认为这两个才是 会说什么秘密证人会足以翻供 不是真正值得注意的证人在我眼里面只有两种人 一个真正的枪弹制造者或者提供者 第二个直接涉案的人中间里面在里面 这个力量包括调查局包括警政署的力量 来成立专案组 因为为什么这个案子肯定比洗钱案复杂太多了 因为人太多了 事情也太多了 所以今天包括在问陈英雄这部分啊 陈冲敏都讲啊 他说本来被指为凶手陈英雄的死因 本来检察官也希望说要化印他的骨灰 可是家属临时变卦 这个他们要再进一步再去勾 这边还是没有突破 第二是刚刚讲的嘛 刚刚书记长的意思是 如果陈冲敏赵木杰这种解决方式 你算透过很多新的信息还是办不下去吗 我觉得态度还是很重要 就是说 我觉得我要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这件事 这个案子对台湾民主政治有很大的意义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在那个政权之争 大家也情绪都很平复 而且是很冷静都在看这个案子 这个当时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 在选前一天对于选情 造成这么大影响的一件事情 其实你要让台湾的民主政治 能够很平顺走下去 这一个背后的谜团 我觉得一定要有效的跟大家来做解释 那我觉得他们现在为止 其实那一个积极的态度 我觉得案子到现在2004年 现在2009年了嘛 这么久的时间 真的会让人家担心 不过我觉得 我比较从一点 如果从比较乐观的角度 去思考一件事情的话 就是说 阿扁在执政的时候 这个案子基本上办不下去 因为他执政的力量 把很多事情都盖住 跟他贪腐案一样嘛 他一个收购礼券 他在位的时候 办出来答案就是没事 然后他的各种案子都没事 可是当他下台了 那个政治上的主力拿走了以后 我觉得刚刚预期讲的 那一些相关的证人 你如果给予适当的压力 那个方向对的时候 这个案子绝对不会是 只有阿扁一个人知道 因为这个案子 绝对不是那么单纯的嘛 你只要有相关的证人 可以突破 这个案子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而且我刚刚讲的是大的 是民主政治的角度 你从小的那个 陈毅雄他的家人的那种感受 他们的父亲或者是先生 无缘无故被叫做是这个 这个枪击案的杀人犯 然后我还记相非常深刻 我当时很仔细地读了 那个刑事局厚厚这一本 那个枪击案 他的调查报告 他里面的动机 真的写得很好笑 他动机就说 陈毅雄常常看call in节目 所以在call in节目上 被人家骂表他很不满 所以就种下了他要做这些 就是说你写侦探小说 你可以这样子写一写 那个还卖得很差的侦探小说 那你怎么可以用 这样子的一种推理 然后从他的笔记本上面 随便写几个字的那种笔记上面 就说他就是他了 这个我觉得你从人家 当事人的家人来讲 你也应该还人家一个公道 好既然有所谓的秘密证人 有新的市政又要增加人力 我们就拭目以待看这个案子到底 短时间会不会有新的突破 另外今天有个案子是有突破的 昨天我们都讲 阿扁啊 说他跟林志生已经切割了 好像不当美国人 不是 他发表一个新的声明 看起来他继续还是要控告美国那边的 说还是要否认中华民国的 今天最新的进度是国民党立宴党团 去按宁申告已经告了他了 而且 法务部的部长王清风已经讲 高分检分案 开始调查阿扁有没有内乱外乱罪 陈冲敏今天也表示 来我们看陈冲敏今天怎么讲 陈水扁说他是前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总统 他说台湾现在仍然是应该美军占领的状态 他说审判要移给美国 有没有检察官主动侦办外患罪 检察官主动侦办没有 请总长答复 这个部分高权师已经困难在调查 所以胡大哥 今天的进展是阿扁事实上还继续要当美国人 第二个 高检署已经开始搬了 当然国民党今天所做的去控告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司法手段 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动作的宣誓大于司法手段 那不管是王清风或陈冲敏 陈冲敏今天为什么向邱毅低头道歉呢 我想就这样子你们要踩我二分之一的办公会用 我当然要道歉了 人要向现实低头嘛 所以同样的如果今天他不对国民党党团做出回应说 你们来办我高检署要封案调查 那可怕也会给自己找麻烦了 所以国民党当然可以做我没什么意见 但我这样必须很坦率说 是不是构成内乱外患罪 我觉得我会这样说啦 这陈水炳卸任总统以后的 你可以说他恐凶猛凶 也是有言论自由 我觉得要用内乱外患罪来处置他 我觉得非常非常勉强 我不同意这种做法 今天有律师在问一下素质 今天王清风跟陈冲敏在立凡是怎么讲 是针对陈水炳说什么 他是美国军政府在台的代理人 这个相关的延迟跟他另外一个案子 他上个礼拜在出庭的时候 一直爆料总统密到什么 那个叫做万军计划的这个内容 高检史都已经分案开始调查了 是否犯罪警方要来认定 所以我觉得那个万军计划是比较可能的 因为就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 应该蛮明确的 那个是绝对是绝对国家机密嘛 绝对机密嘛 那你怎么可以在那个征讯出庭的时候 这样大爆料 所以我觉得那是比较可行的 那另外有关于说 这样子是不是刚刚我们国民党党团 有去做一个告发这样的动作 然后那个陈松明也说 这个案子已经分案了 不过他是他治案还不是曾治案 所以是不是能够有符合那个过程要件 其实我是比较持保留的一个态度 如果说他是属于泄漏 或者是国防秘密的罪 可能比较有机会 因为他不是说 他经常受AIT的指示来办事吗 他自己干任 作为是美国政府的一个 军政府的一个代言人 或者是他们的民政长官等等 那如果这样子 因为这样的情形 而有泄露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防秘密 那我觉得可以改当刑法109条 那你如果说是外患有意图有通敌什么等等 可能构成要件会比较薄弱一点点 这里面比较好玩的是 今天国民党团去按您了对不对 是党呗是你代表去嘛对不对 你们提出两个诉求 一个就是我们内认外患 第二个他说你既然不承认是总统 你不要追他八年的总统的薪资啊 这个当然是因为为什么我们去告他是有所本的 那10月6号的时候啊 美国军事上诉法院啊 说啊因为缺乏这个管辖权 为理由就拒绝阿扁 阿扁的审理 拒绝阿扁的案子就做一个审理啊 那10月10号的时候啊 他又进一步的将阿扁的请愿书的内容啊 提供给我们台湾的媒体 那主要的一个内容他是说 他陈嘴扁是以请愿人的身份 来祈求美国承认他是 美国军政府在台的代理人 因为在他的任期间 接受美国的命令捍卫台湾 所以啊他请求美国政府用强制令呢 提供他特别救济 来施令现任的台湾民政首长 也就是马英九 撤销他的无期徒刑 这明明呢就是说 他现在就是说他认为说 这个外 自称是外国占领军的军政府的代理人 所以你也不承认他是以前的总统 所以他不承认他是以前的 他这八年总统好像不见了你知道吧 这不见了 当然他有他的自由 他要怎么发言我们也没有什么意见 他是干为这个什么特首 或是行政长官我们也没有什么意见 那但是我们明明我们是有领土 有主权 有人民 但是他说我们是流亡政府 这个我也还没有关系 最可笑的是什么东西呢 最可笑的是说 他是这个美国军政府的代理人 而且接受AIT的指示 等一下等一下先让沈医师讲一下 好那我要提到的 我要提到的就是说 所以我们就是认为说 你要怎么讲我们都没有意见 但是从这一点可以证明了两件事情 从这个资料里面 我们证明了两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 这个他向美国军事上述法院 对美国的总统 还有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 来申告台湾是美国的属地之一 台湾是美国的属地之一 这触犯了什么罪啊 刑法104条 通谋丧失领域罪 你们的条例都去找 对那第二个呢 陈水扁向美国军事上述法院 对美国的总统 还有美国国防部长呢 请求实行对台湾的军事占领行为 换句话说 他又触犯了刑法里面103条的 通谋开战罪 好看起来国民党立委党团 换句话说 看起来国民党立委党团 我也换这个啦 看起来国民党立委党团是很明确的 他们那条文都列出来 可是到底 这东西阿炳真的会被判吗 另外今天还有一个重点 我们等一下也要去讨论了 阿炳本来 昨天我们都误会他了 以为说他已经不当美国人了 他今天又提了一个什么 控美案所凸显的六大争议点 跟三项难题 他说他跟阿甘正传那个男主角一样 蠢人啦 笨的人做笨的事情 他会坚持下去的 他继续要当美国人 我们等一下讨论一下 马上回来